你们可能会觉得想说为什么我叫出来的Mesh、Curve都有这么多种的形式 虽然我没有用到 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是一个add-on add-on其实对于Brends来说就像外挂一样 不过很多add-on他其实已经是内建了 只是他没有安装起来 add-on怎么安装呢?在edit preference add-on 像我刚刚在创建物件的add-on有两个 叫做 add object extra extra 我目前开启的就是extra object跟extra add mesh跟add curve 我现在这里按shiftA 这里你看下面证明都没有了 curve也没有就很简单几个 那个其实不一定用得到但是其实 开启有一些预设的你们可以开来看看 有时候会帮助一些功能 像其实在 Mesh我会下面新增的东西我其实比较常用的是 Roundcube 这个他其实预设就是一个有倒角的盒子 所以他倒角的参数可以自己做设定 其实这个其实老角bevel的做法交过以后你其实你大概都可以用 三种方式去做倒角嘛 不过这里其实我觉得好用的地方是这里 我把它 改成 radius 我倒角开到最大 跟边一样的时候 他其实 就是变成一个 球 而且是四角面的每个都是四角面的球 其实真正我常用的是这个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像这样的球子 如果之后之后要画贴图的话 其实 比较好用啊 因为其他他布线可以拆的比较平均 我们来回归一下好这个是 Roundcube的 那如果我们是一般的 UV Sphere呢 他他这样的话他这里其实这里会有个极点 之后这里贴图拆UV这里贴图都会拉扯比较严重拉扯比较平均啦 当然各有优缺 我我比较喜欢这个模型只要做变形啊什么的 其他的面比较均匀 我补充关于 这个球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 Box Object 我们也可以用Box来做 Cube 我们可以用Cube然后加细分 Service 1加2加3 好 加2就好 这个面数比较接近 然后这里 Add Modify这里先键头按出来按Apply他就把我们压掉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仔细看 他其实没有很圆 我在rotation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他有点方方的他不是真正的圆 球状 所以我会比较直接会 请像直接使用这个 来 当做球的做法 但这个也是可以做修正啦 按Tab 进到ed mode 选到所有的面 按着 Alt Shift S 然后拖拉 我要全选 A Alt Shift S 全选 Alt Shift S 拖拉 有没有 差一点点 他其实就已经把 他 在球状化的一个功能 我们按 用搜寻F3 用搜寻F3 搜寻这里叫做 To Sphere 他这个功能叫做ToSphere Sphere 那这也让 让我们的形状更接近圆形 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这个方形 什么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球状 不然他其实会有一点点偏方形 你之后在旋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奇怪的 角度会不顺 这是关于 物件增加跟做常用的形状的球 的说明 你就会有关系